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是怎么得到它的呢 这件藏品是我在欧洲旅游的时候 然后有一个拍卖会 当时我在拍卖会上见到这件东西 我觉得很有意思 然后给它买回来了 那当时花了大概多少钱呢 40万 40万人民币 对 那您平时有收藏其他的兵器吗 几百件吧 几百件 18班武艺凑齐了吗 一般我还是比较重视它的艺术价值 和它的这个文化价值 就是说第一要品相好 第二呢等级高 第三呢最好有金银 我觉得您对这个兵器真的非常了解 您再给我们讲讲 就是这个兵器它还有什么好呢 除了它特别漂亮之外 首先呢我觉得它的等级不低 一般的碱呢 大概长度是60到70公分 超这个碱呢全长是一米 这个碱呢就说它作为这个 应该是一个大将 作为一个 我觉得胳膊再短点 恨不能拔不出它呢 有点像指挥官的那个军刀的那个感觉 长度决定了它的级别 也不完全是 长度还有它的一个文饰 还有它用的金银 咱们待会儿就让专家老师 来检验一下您的眼力好吗 好的 首先请您输入心理预期价格 藏有的心理预期价格是 60万元人民币 当时是40万买的 现在60万 因为我觉得古兵器是一个 现在很冷门的收藏门类 但是呢在各国它都比较 除了咱们国家 美国 日本或者是南亚 它们都比较重视五倍 其实上五倍在各个朝代 都是当时最高生产力的一个体现 首先请专家来 十八般兵器当中的一种 那么这个简 我们有一个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形容词 叫什么 叫杀手简 说的就是它 对 杀手简 讲的就是这个 但是它也太明显了 怎么个杀手简法呢 这个杀手简呢 它只是一个形容词 形容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做事情 最后我还留了一手 是当你在马战的过程当中 手上的藏兵器被打掉了 或者不取作用的前提之下 贴身静搏了 出其不意地 突然我抽出一个 跨在身上的这个简 然后一招置你 把对方打下马去 我跟您说啊 我们的陈老师也是个练家子 到底这个杀手简怎么使呢 老师上台来给我们演示一下 练家子呢是算不上 但是呢 对兵器 我跟这位秦先生一样 也是比较爱好 也算是一个发烧油 那么像这样的简 它是属于什么呢 在我们中国的冷兵器当中 它是属于几打兵器 它是有两种 一种呢是单简 还有一种呢是双简 那么还有一种呢是双手简 就这个靶会比较那个一点 一般的单简呢 它的重量基本上在四斤以内 两斤到四斤 这样的挥舞起来 它就比较顺手 超过四斤的 那一定是诗人定制的 需要非常强力的 就是有非常力大的 这个腰圆绑出的那种力士 非常威武的 对啊 才能够威武雄杖 才能够使动这个简 一般情况 一般情况 玉笛 这个穿着盔甲的 刀枪这种东西 对它这个盔甲是没有伤害的 穿不透 只有用这种简 用重力击打 用重力击打以后呢 造成它内伤 筋断骨质 这个是它当场毙命 能够让自己在断肠上存活下来 反败为甚 所以这个简 在冷兵器当中 它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种兵器 而且它有象征意义 你知道什么象征意义吗 在我们的这个戏曲文化当中 简一般都是作为一种 正面的形象出现的 好人才识简 对啊 比如说像宋代的 这个八贤王 它是有一把金简 上打无道昏君 下打勿国奸臣 所以它这个简 也是作为一种正义的象征 出现在我们中国的文化当中 简在中国文化当中 代表着正义 许多历史人物都使用简 最有名的 当属秦琼秦书宝 我们最常见的门神 便是秦书宝 那么这位藏友拿的简 究竟是哪个朝代的呢 每一个时代 都把简这种冷兵器 当时最先进的生产力 文化那种技艺 用在兵器的制作之上 这个刚才钱先生说 这把简是什么时候的 它是明代的 您说是明代的是吧 对 那么它到底 你是不是明代的呢 这把简就是明代时期制作的 一把铁简银的一个简的真品 为什么说它是明代的呢 因为在明代的这种兵器制作过程当中 它特别流行 用铁简金 铁简银 这样的工艺来装饰这个铁冰 那么这支兵器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 那种当时的科技生产力 文化的一种高度 精炼的一种体现 上面呢 有不同的花纹 云雷纹 而且是火焰雜宝纹 那么像看上去就非常的高贵华丽 它这个简身的这个简把呢 它是用大漆后面呢 用尾毛的工艺进行固定 整个线条修长 就像明世家具一样 简练优美 它的这种装饰手法 代表了明代最对类铁冰器的装饰的 一个非常典型的一种工艺手法 透过这样一把简 我们仿佛又看到了明代 那个时期金戈铁马的那种上武精神 而且这么精致的这种简 不是一般的那种工匠 就能够做出这么精致的 所以它是有钱人用的吗 这个不能讲有钱人 像这样的简 它肯定是有身份 有地位的武林人士 或者说是有级别的武将 才能够定制佩戴这样的 这么精美的铁简 那我们现在也很好奇 您给输入多少估价呢 赶紧回去 拿起我们的技术器 给我们一个答案好吗 请专家输入估价 专家的估价已经输入系统 我们暂时封损 接下来再跟现场的店主朋友交流一下 看看他们能给出怎么样的报价 这么精美的一个东西呢 对 论经济价值呢 它有保值和升值的价值 这个吃饱人和专家都说得这么好了 我也就不废话了 我来给你一个价格 好吧 好 请输入报价 来看一下 33万元人民币 才给了一半的价格 你们行里都是这么砍价的吗 不是 33也是有寓意的 升升嘛 就是升升不息嘛 这个升值保值 对吧 至于这个真正的 都一半的还保什么值啊 今年行情不好 对啊 行情嘛 对 他说的对 行情不好 所以我就给了一个这样的价格 升值保值的价格 有其他的店主认为我们 行情没有那么不好的吗 你们都串通好了 这个呢 就是说市场 这个价钱它也分三六九等 在什么渠道是什么价 比方说有一件东西就放地上 它就不值钱 没人捡 放到店里呢 可能翻个几番 但是放到配卖会上呢 可能就是打了几个果 当然专家给我们的价钱呢 一般是说 以这个近来 这个拍卖的价格为主 但是我们呢 要买的话呢 就是能越便宜越好 因为我们有电租啊 专家没电租啊 对吧 虽然是越便宜越好啊 但是价格还是要合理 要不然这买卖也成不了 您能不能给输入一个 您认为合理的报价呢 按铁的这个金属算 又计金重 按铁的这个金属算 又计金重 别啊 临时收破烂的嘛 咱们爱银的这个金属算 行不行 开个玩笑 请店主输入报价 看一下店主输入的报价 是多少 35万元 两分钟升两万 这下时间就不得了 我还说呢 你要是敢按我们铁的金属 给报价 我们就给你一个杀手锏 接下来就揭晓 刚刚专家老师输入的估价 接下来就揭晓 刚刚专家老师输入的估价 38万元人民币 这样的 兵器收藏呢 在我们国内 目前属于一个冷门 这个它的受众面积不是很大 还局限在一部分 对这个过去的冷冰历史 比较热爱的那么一个群体当中 那么社会对它的这个文化 价值艺术的认知呢 目前确实是比较滞后的 那么这支锏呢 应该讲在明代流存下来的 铁锏当中 它是做得比较精美的 而且这种锏银的工艺呢 也保存得很完好 可是它有几个缺点 一个缺点呢 是它的这个键法的这个部位呢 因为年代久远 它很松了 很松散了 再一个呢 它的这个铁是厚配的 尽管它也是努力地按照 它原来的大气饼的这个样式 配了一个黑气的键铁 但是总体看上去 还没问一下 刚才他说这个键铁是清代的 是吗 对对对 老配的 这也算是老配的 但是不管怎么老配 明显就可以看出来 这个锯是做得非常简陋的 严格意义上讲 它是根本配不上 这支简的那种高贵华丽 那么这也是它相对而言 要减分的一个地方 我们给出了一个 38万元的 比较保守的股价 当然随着人们 对它的认知的加深 我相信 像这么具有公益性 特别精美的历史文化 又承载了非常丰富的 这样的兵器 将来一定会有一个 好的市场表现 那也是将来 但是就现在来看 宝本 没关系 留着玩呗 恭喜您 藏品获得 华山论件节目组 颁发的真品证书 谢谢